1936年,日军从华北逼近山西,共产党从陕北进攻我,蒋介石的中央军来到山西就不走了,我三面受敌,随时有可能被撵出太远,增强进军的实力变得刻不容缓。 我想学共产党的做法,但又不想被中共渗透,左思右想,我想到了薄一波。 薄一波是山西人,当时被关押在北平的监狱里,已被判了死刑,我找人疏通了宋哲元的关系,将薄一波放了出来。 薄一波声明退出中共,并同意来山西帮助我。 我对薄一波有再生之恩,相信他不会背叛我,因此赋予他很多权力,让他放手去组织山西新军。 薄一波建立了一支十万人左右的部队,但是这支部队却被薄一波送给了中共,他恩将仇报,将我骗了。